空中不停360度翻轉 恐怖破表的遊樂設施 是許多人的最愛 但四川內江一個主題樂園 卻發生機器故障 這台完美風暴設備 運行到一半停擺 超過十米遊客 懸空倒掛 頭下腳上動彈不得 幸好距離地面還不算高 引來大批群眾围觀拍照 工作人員前來處理 左看看右看看 一度還用力想把座椅翻過來 還搬來梯子準備救人 幸好五分鐘之後 就把人給轉了過來 這個主題樂園號稱 四川南部規模最大 投資約和台幣20億 28個設施 包括雲霄飛車等等 應有盡有 事先還通過了 官方的安全檢查 不過開幕才短短8天 就發生設備故障 也難怪網友質疑 這樣的品質還敢去玩嗎 記者 羽翼 林杰柔報導